激素性皮炎怎么根治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曾维慧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皮肤科主人医师 那么这个病呢 应该是近年来的话 我就大家都越来听得越来越多的 其实的话 这也是我们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 我们皮肤病的一个新的病种 因为大家太关注我们的皮肤问题了 可能有一些不当的一副肤 那么用一些面膜里面带有激素 或者我们用一些药膏 我们反复的去涂抹一些带激素的药膏 那么造成了这样一个激素的 一个依赖的一个情况 那么对它的治疗的话 也是比较难的 那激素依赖性皮炎的话 我想我们治疗的话 首先是要从三个方面的治疗 首先是沟通交流非常重要的 因为激素依赖性皮炎的 往往这样的病人呢 他肯定属于那种性格也比较急躁焦虑 那么治病的话就像一蹴而叫 那么所以说去用激素来很快地达到治疗效果 那么一定要告诉他 我们不能再用激素 那么停激素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出现反弹 一定要有一个耐心 要有一个信心 那么来治疗这个疾病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护理方面的话 就一定要在我们的皮肤科医生的指导下 用一些比较放心的一些保湿的防晒的 或者日常的护肤产品 那么不要再去误用一些含激素的产品 而且一定要对皮肤的话的屏障功能 不要再去破坏它 不能过多多气息 不要晒太阳等等 那么这是一个基础方面的 我们一个治疗给病人的沟通 或者一张的一个生活习惯 和护理习惯的一个调整 第二个呢 就是对于激素依赖性皮炎 它在活动期的皮损 比如说比较重的皮损的时候 它比如可以出现红斑肿胀 可能说不定有严重的 还有肾出有阶痂 那么还有些笼包都有可能的 那么还有可能出现 它出现一个遭痒 干燥脱穴等等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一定是 治疗的原则就是抗炎 那么止痒 那么这样的一个对症治疗 凌床中用的比较多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多气环素 米脱环素来抗菌抗炎治疗 还可以口服点 服成甘草酸跟胶囊 那么来抗炎治疗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特别痒的时候 我们可以吃一些抗主眼药 比如像CTD型毒的塌定 那么这样的一个 对它一个症状的话 进行一个治疗 当它缓解以后 比较稳定了以后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对它后期的 比如说一个毛血扩张 或者吃进的红斑 我们可以用一些低能量的 光质或者激光来治疗它 可以对它的血管进行封闭 对它屏障的话也进行修复 那么这样的话 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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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